匈牙利是位于欧洲的内陆国 与乌克兰共享135公里的边界 最终要扎获尼桥普口岸 是两国之间的主要铁路和公路连接点 极大的促进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和人员流动 威克图奥尔班自2010年以来就再次掌控匈牙利的政坛大佬 他强调匈牙利的主权和传统价值观 见边境围栏弹 强烈反对大规模移民 尤其是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 尽管匈牙利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 奥尔班一直与普京保持着密切的务实合作关系 高度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供应 早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时 匈牙利就在联合国层面支持俄罗斯 并反对欧盟的制裁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已有超过40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访问过基夫 这些访问不仅是为了表态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也常常带有提供援助 讨论合作以及外交沟通的目的 但邻国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与乌克兰首都基夫的直线距离仅为约850公里 总理奥尔班任是拖到今年7月2号才突访基夫 而这正是奥尔班接管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之际 每六个月的轮值期间 虽然轮值主席国不能掌控整体议程 但却占据一个重要平台 来推动有利于自己的优先事项 这个曾喊出让欧洲再次伟大口号的总理 可能已经做好了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准备 很让人担心这将对欧盟意味着什么